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对全世界举足轻重 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裴洛西访问台湾的行程当中 还有跟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视讯会谈 不过台积电对此否认 表示两个人并没有视讯也没有私下会面 不过美国最近通过了晶片法案 裴洛西就提到这将会开启台美经济更多往来的大门 也跟台积电交流是裴洛西此心来的目的之一 今天在台北宾馆举办的五宴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还有董事长刘德英都是坐上饼 一行人边走边聊 总统蔡英文三号中午宴请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席间还可以看到产业界人士 包括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和董事长刘德英 不过在这之前外媒流出这样的消息 华盛顿邮报报道 裴洛西在台湾密会 刘德英也一度传出有进行视讯会议 谈的就是美国在上个月28号通过的晶片法案 法案提供在美国设常的晶片业者 520亿美元联邦补助 我知道他今天早上跟刘德英传 然后我们很清楚 这个法案对于整个半导体行动 供应上面的一些影响 而且重要性 但台积电则驳斥这项讯息 表示刘德英没有跟裴洛西视讯 也没有单独密会 但晶片法案的确是裴洛西这回访台 与台积电交流的重点 这就是我们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的东西 再次进行更好的经济交易 我知道台湾的专业商业 已经在美国计划 在美国计划 称赞台湾科技业势模范 防摊星也成为双边 开启经济交流大门 记者最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